Gopro的原廠配件 我覺得它最廢 它拉到最長 也跟這個差不多 哈囉大家好 我是蘇蘇助長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今天要來介紹 我的Gopro配件 自拍棒 我買了非常多的自拍棒 然後所有的購買連結 我都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其實Gopro的配件很多 但是我沒有每一個都買 購買的是我覺得 我應該會用 我會覺得好用的東西 我先說我購買自拍棒 我都是挑比較CP值高的 我不會挑那種很貴的 這裡面當中 這個是混進來的 自拍棒本身對我來講就是消耗品 像這支我也用了兩年 可是它就斷掉了 我也很少用它就是了 OK 我放旁邊 這一支我有帶去Universal用 然後在Universal的時候 斷掉了 這支我大概用了兩個月吧 然後這一支 你看這個角 它斷掉了 不過還是可以用啦 所以我還是把它留著 我也買了一個T-Typing 就是這一支 我待會兒會介紹 好 我們這就開始吧 我會先來講我推薦的四個產品 第一個產品就是這個 它不是直拍棒 可是它是一個轉接頭 你可以把這個就是這個的其中一部分 我先把它鎖在我的GoPro上面 好 我鎖好了 這個也是有人自己的轉接頭 像這個下面有紙貼 你碰到它的轉接頭 它就吸起來了 像這樣 你看 吸起來了 可是這裡沒有卡住 不過要卡住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轉就卡住了 然後第二個 我會最推薦的是這一支斷腳的 這個 它的型號 我看一下 它的型號是MT-71 我覺得它非常好用 我通常會把這個轉接頭卡上去 它有兩個鎖的方法 一個是在上面這樣轉 讓它鎖住 或者你可以把它上面壓住 然後鎖下面 就可以把它鎖住了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放上去 然後卡住 它就不會掉了 它也可以轉90度 像這樣 它變成直立一台色 然後它也可以生很長 我來示範一下 然後對啊 它真的長得整個 快要比我高了 我大概 大概五尺三嘛 這樣大概應該有 至少有五尺吧 最高度 好 可是因為它腳斷了 我就買了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是 Quick Release 我先把它轉下來 它這本身的頭就是Quick Release 跟這個一模一樣 因為它本身就是這個頭 所以就不用再買一個安裝頭了 然後把它塑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缺點就是它沒有辦法轉角度 像這一支就可以轉90度 因為有多了這一節 讓它變直立拍攝這樣 然後這一支就沒有辦法轉了 它也可以撐非常長 用我來當Quick Release好了 它也是差不多五尺左右 然後這個我覺得在家裡拍攝很方便 然後要再開就是按住這個 Quick Release Nail 然後就轉就可以拿下 這一台是Quick Release 2 然後它的型號沒有寫在上面 然後第三個我會推薦的是這個 有一個雞刮脖子的 就這樣按住防射鈕 把這個打開 然後再扣上去 這樣就可以使用了 然後你鎖住相機 就是把它放上去 然後往右轉就可以鎖住了 然後你也可以調這個相機的高度 你可以讓它在脖子上 你可以把它放鬆 讓它在胸口上 就看自行調整 要把它解開的話 就是按住這個黑色的鈕 然後再左轉就可以拿下來了 你要把這個拿下來的話 就按住防射色的這個鈕 然後就可以拆開了 這個一樣是Quick Release的頭 所以基本上我買了這個Quick Release頭 我就可以所有都可以用 好我先把它鎖起來 然後最後一個我推薦的產品是這一支 這支是相機的腳架 我可以鎖上我這個Quick Release的頭 我先把這個拆下來 這個是Quick Release的底座 我就把它裝上去 裝的時候我可以在上面一直轉 或者我可以固定之後轉下面 把它鎖住 熟住之後我就可以把這個相機 轉上去 像這樣就可以轉進去 這樣也不會掉 我覺得這個底座非常好用 就是不管所有的自排棒 所有相機的自排棒都可以拿來用 它要拆掉也很容易 就是按住這個鈕 然後轉下來 相機就拿下來了 然後我還有買了這個自排棒 這個就是很像Shorted 它也是相機的自排棒 可是我覺得它太短了很不好用 它最長也不夠是乳食而已 先給它放在桌上 先給它放在桌上 最後我覺得最廢的是這一支 Shorted GoPro原廠的配件 它這裡沒有紫滑的設計 所以你摸起來 是還不錯 可是就是很滑 然後它升到最長也不過是如此而已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Ulengi的配件 這個配色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一賣一賣一個自排棒 它幾乎都會送你一個 Ulengi的加手機的夾子 像我就可以這樣把它轉上去 然後調整我想要拍攝的角度 然後就鎖緊 然後把手機放上去 這就是一個自排棒了 可是我覺得這一支太短了 真的很不好用 好 最近分享到這裡 我最推薦的是這個 Ulengi的轉接頭 再來是推薦這個 Ulengi的MT-71 配上轉接頭 或者你不想配上轉接頭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 Quick Release Tool 這一台 然後再來 要解放你的雙手的話 你也可以買這個 Ulengi刮脖子的 這個是攜帶比較輕一點的 Ulengi MT-16 配上這個轉接頭 我所有自排棒的購買連結 我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包括這一支 我也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雖然說我覺得它沒有很好用 好 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按讚分享 也可以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之後的更新囉 好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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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